中国的毛笔 英文称之为Chinese brush 中国人的这一把刷子 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刷子 我觉得中国人的这支毛笔 它的这种特殊的结构 可以说是发展了千年 慢慢的演变出来的一把中国人的刷子 那这把刷子呢 它的这种性格非常的敏感 所谓的中国人讲说比分八面 就是你怎么样去运作它的时候 它会产生出无数丰富的美妙的线条出来 那这个可是全世界各个民族 所都没有发展出来的这样的一把刷子 那这把刷子我称之为中国人之心 因为它非常的sensitive 那这样的一个sensitive的工具 再加上中国人制造出来的宣纸 也是非常的柔细跟敏感 所以当这个两个敏感的东西一接触的时候 当这个笔墨在纸上呈现出线条来的时候 你必须要全神贯注 把你整个的身心投入 那这种投入呢 抵达一种非常高度的专注 所以呢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待了一段时间 他后来就发现到说 哎呀 他说如果中国人继续使用毛笔作为书写工具 如果许多的中国人都在继续在写毛笔制的话 他说中国人将成为全世界 艺术水平普遍性最高的地方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 就是毛笔加上宣纸 加上水墨的书写 是一个了不起的 一个发展不完的一个艺术的领域 使得中国 所有的中国人 不知不觉 都慢慢的 经由这样的一个手艺呢 变成了一个艺术家 那么我们有幸成为中国人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再回复使用毛笔 让我们一同来发掘这个毛笔 它的这种美妙的内涵 有朋友问我 他说你学佛 你有没有佛堂啊 我说佛堂啊 到处都是我的佛堂 我说只要我的心在的地方就是佛堂 只要我的手在的地方就是佛堂 所以呢 我觉得特别是像一个中国人 能够书写 能够写书法 如果他一旦开始写书法 用他的心去写书法的时候 他不知不觉 他就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心灵的角落 那培养一个书法的日常的习惯 就等于说你在家里有了一个非常宁静的佛堂 一个禅修的地方 想要再运用书法来为自己营造一个心灵的空间 首先要克服一些基本上的困难 我觉得所需要的空间 其实能够放一个电子 放一家电视机或者是放一个沙发的地方 其实就很够了 那一张书桌呢 最好是纯然做书法用的 不会移作他用的 以至于说你每一次的工作 不必重新摊开来 那另外呢 比如说现在的墨汁已经做得很好 我们只要有一个墨盒 就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 那每一次用完了 使用完毕的时候 一个墨盒只要关起来就很容易 那这种墨盒呢 包括里面只是墨汁 或者是里面有失眠的墨盒都很好用 那另外呢 你看看像这样一支毛笔 我们也许书写了十分钟二十分钟 然后我们要离去了 那旁边就有一个水鱼 有一个水盆 一个清水的水盆 那你稍微把笔在里面晃一晃 稍微的晃起一下 拿卫生纸 稍微把里面的墨汁填掉一点 然后呢 你就一般都有一个塑胶套 就可以把它套上 套上以后它是密封的 所以这里面的水分呢 在三天之内你重新使用 它还是柔软乳 非常好用 所以这样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笔割下来 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永远为书法所而准备的 那你即使是随时坐下来 随时写了几个字 随时把笔放下 你就可以离去 这样对一个现代人来讲 他才可能每天经常地进入到这个书法的领域 而不必费很多准备跟收拾的功夫 我可以了解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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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